爱的体现 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五节 他们吃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看到没有 这里啊 彼得 彼得被耶稣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啊 他不是很困窍的 啊 啊 Bingo Bingo 这样没有 他说彼得 他还指的什么 我们来看圣经一下 约翰的儿子西门 他们说啊 彼得啊 可以叫彼得 彼得利啊 彼得林啊 彼得赞啊 彼得丹都会 彼得 圣经 圣经跟人家 没有其他人的 只有 就是你这个西门 谁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主耶稣指出 指出了 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自洁了当的挑战 意思说 别人怎么爱我 别人怎样对我 怎样爱我 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你的 你爱不爱我 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很自洁 很个人的问题 别人爱我不爱我 没关系 彼得你爱我吗 所以我们常来教会 我们来看看别人啊 我们常常被别人 判斗 我不是不爱主 你看他的西门 他也是这样 你看他也是这样 别人怎么样 别人的事情 我一个时候 我们来教会啊 我们喜欢比较啊 我记得我去年去 那个医保的 医保的 那个讲员的说 有人去了教会啊 不小心就进了邪教 一个是比较 一个是计较 我们就跟人家计较 跟人家比较 因为他做的比我少 为什么我要做 Joyne传道都没有来 为什么我要来 我们比较和计较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啊 圣经 耶稣是你个人的救助 他没有兴趣 别人怎么样 今天耶稣同样的问 啊 Auntie Sim的女儿 Joanne 她是这样问的 她不是问别人 她是问啊 Destro的 不是 Joanne的儿子 Destro 她是这样问的 她很个人祸的 她不理别人 她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但是她先想知道你有没有 OK 所以呢 意思是说别 别人爱不爱我 与你无关 但你爱我 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嘛 另一个意思是说 你真的很单纯的来爱我嘛 没有附加其他条件和因素 我们许多人啊 很随口很随意的说 我爱你 很没有值钱的 哎弟兄我爱你 后面我恨到你要死 这样子的爱啊 是没有分量的 也没有 没有值钱的 我许多人 我许多人 我许多人